天台八教术不定 秘密教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顿、剑、不定三种教法 是智者大师根据众生根基而提出的三大概念 秘密教则是统含三种教法的特殊方式 根据智者大师说 顿教和剑教虽然在教化的对象以及功用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 但却是所有人能知能见的 因此称之为显露教 与显露相对的则是秘密 所以秘密教虽在画仪四教中 属其中的一项 但却不是如顿 剑纳般 具有自身的局限性 反而本身就是一个独立 能统阔所有的根基 秘密教士可以与不定教同时而说 因此在撰文时将两者放在一起 不定 按照字面意思 就是没有定性 《维摩经》中说 佛已以阴眼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一句 说的就是不定教的内容 佛在一处说法 大家一同听讲 彼此互知 理解却各不相同 这个并不难理解 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大家同样听一位老师讲课 有的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有的却对另一句话感同身受 受益良多 这是因为个人的领悟力 生活经验 以及理解力的不同而导致 值得赞叹的是 佛说法与一般老师不同 老师说 并不一定能让每一位听众 都能得到受益 佛说法 却是能令每一听众 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都能在其中受到益处 按照这样的基础 不定教中可以分 显露不定与秘密不定 两种教化方式 显露不定是指如来 无论说顿教或剑教 都互不妨碍 顿教中含有剑教 剑教中有顿教 顿教能使大根菩萨 契入玄妙之一理 剑教则是小根二圣人证的 阿罗汉国 虽然同意说法 该听顿教的听顿教 该听剑教的听剑教 顿和剑是不定的 个人随其根性而得解脱 智者将此顿 剑结合称为显露不定的话 一是即顿而剑 即剑而顿 秘密不定包括顿 剑和不定三种方法 智者大师解释说 如来可与此作说顿教 而与十方说剑 说不定教 此作与十方各不相吻 如来也可与十方说顿 说不定教 而与此作说剑教 十方与此作听众各不相之吻 因为此作与十方相互之间各不相吻 固如来说教与此作可能是显 于十方就是密 又或者与此作是密 于十方是显 于人也是如此 或对一人说贱 对多人说顿 或对多人说顿 一人说贱 固如来说教与此可能是显 于比或者就是密 两者互为显密 所以称之为秘密不定 维摩经中说皆为世尊同其语 私则神力不共法 正是对秘密最好的解释 表面上看 如来虽只是在说一种法 事实上却是已经根据听众的根基 在进行一对一的有效教说 众生也在这秘密的说法中得到切实利益 因为佛所说的法 除去所对积之外 其他人无从得知 为此称之为秘密 这种秘密的教说法方式 某种程度上说 不仅表达佛说法的一种神力与智慧 同时也是佛陀悲心切切的表现 唯摩经文书中 智者说 佛从得道至尼环业 常说般若 此教若在三藏中未立人说 即秘密教 若不在三藏中而诸菩萨别闻者 即是不定教也